这怎么会好 对不对 父母到 父母这个 假设两个都有工作 都工作得很辛苦了 要加薪非常的困难了 更何况如果有人失业 那整个家庭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孩子又在熬熬待补 又在念书 或者是毕业找不到工作 对 现在教育费又那么贵 所以家庭的经济状一定不好 再来国内的经济景气 不好已经很久了 大家快麻木了 不过这一些数字 我说实在话 它减的幅度已经越来越小 你看之后减0.1 家庭经济状况 跟国内经济景气 这也是好现象 这是好现象 所以就代表 大家已经疲乏了 你知道吗 经济已经很烂了 很烂了 你再问我 我还是觉得很烂 所以它那个幅度 就没有那么大 不像房价的 那个修正幅度比较大 物价的修正幅度比较大 那再来你问他 现在到底 可不可以买耐久财 什么叫耐久财 就房子嘛 现在可不可以买房子呢 应该答案都有啦 你如果三个月前问 那个数字一定很难看 但现在很多人 对新政府有期望 所以呢 而且反映出来 520这一波的 这个房地产 好像也不错 我再举个例子 我最近翻那个报纸 我发现房地产的广告变多了 不要说变多 而且那连一篇都没有 全部抽光光 现在有就了不得 还稍微真的多了一点点 所以你看嘛 它本来90分 只跌0.1 所以它几乎是没有什么跌 对 而且最近好像去 看屋的主数有增加 对 天气也好嘛 就把看屋当作旅游一种嘛 所以我觉得消费性指数 虽然看起来数字都很烂 但是它在危机中透露出一点曙光 对 那我们再看 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好 我们再从另外两个指标 一个叫领先指标 一个叫同时指标 领先指标顾名思义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数字 你大概可以预计 预计未来三个月台湾的经济 那所以它的组成 譬如说第一个 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 就是说我们对于 未来景气的一个预估 预估嘛 对不对 那这个数字是上升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制造业 制造业比较景象 是出口部分 对 因为大家都说 五穷六绝西上吊 结果这个数字竟然是增加 那第二点 这是更确切的数据 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看北美半逃利指数 BB Ratio值 这个BB Ratio值 最近已经连续好几个月占上1 就订单出货比 订单比出货多 对 所以这个数字当然很重要 再我们来看第三个 股价指数 这个跟刚才那个 投资时机不一样 投资时机是我问投资人 你觉得可不可以买股票 大家会对现实环境 不行不行 可是股价指数 其实表现没有那么差 涨了 对 已经涨了 所以这个是还不错的 第四点呢 这个工业跟服务业 受雇人数的净进入率 就是说雇用人的这个人数 是有在增加的 如果景气不好 我干嘛要增加人呢 也就是录取率就对了 对啊 我就员工人数有净增加 那净增加是不是就代表 厂商对于未来的景气 是乐观的 当然 所以这个领先指标 还蛮让人家开心的 就是说它有四项是上升的 那它叫领先指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注意的 那当然第五点 这个外销订单 或叫外销接单 其实最近公布的数字是不好看 不过呢 看起来也没有衰退的那么多了 所以呢 这个数字呢 有在改善中 虽然还是不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 再来这个核发建造的面积 就是说现在其实 我们刚才讲房地产好像有回温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会发现 你问那个建商 我要不要再盖房子 他说他不要 他顶多把家里的库存 先拿来卖一卖 对对 他不敢再新盖了 可是这样子对房市应该是正面的吧 因为看屋的人数在增加 然后呢 现在广告也变多了 可是呢 供给面 因为地面端在拉高 supply的供给面 如果他没有再盖新屋 这样子需求面只要一台升的话 价格就容易止跌回温 对 所以这一个往下反而是好的 对对对 建商不再去买地啊 标地啊 盖房子 那代表供给有限 没错 供给有限需求上升 那房地产就比较快回温 那再来呢 就是跟货币有关 这个M1B是有点下降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跟股市的 因为三四月份 甚至到五月初股市有跌一波啦 所以呢 有些人就撤离股市 但是呢 如果股票市场如果 涨个五百点一千点 这个数字又跳回来了 刚才讲的是未来嘛 现在讲现在进行市 现在进行市是什么呢 就是说 到底现在生产状况怎么样 那我们看用电 对不对 那电力如果用得多 那代表生产状况还不错 那这个数字是增加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数字是增加的 所以代表呢 现在的工厂 营运的状况还不错 第二个当然连带的工业生产指数 也是增加的 所以这两个指数都增加 就代表 现在呢 厂商的生产运转 是有在上升的 这个是很重要 第三个呢 是实质机械跟电机设备的进口值 你想想看 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觉得景气很好 我才会进口设备 对啊 那如果我觉得景气才刚刚回温 我比较不会这么快做这个动作 没错没错 甚至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问建商 现在要不要盖新的房子 他说不要 先把渔屋先卖一卖 消化掉一些 那厂商也是一样 先把库存先消化一下 把半成品先做完再说 所以设备进口还没有增加 这个可以理解 第四点 批发零售跟餐饮业额 我觉得批发零售掉的比较多啦 大家想也知道 你看你现在去街头 店面关的关租的租 对不对 实体店面其实遇到很大的竞争压力 被谁竞争 被网路啦 对啊 所以你说这个数字 它反映的其实可能只是板块的挪移 OK 消费的板块挪移 这不是只有台湾 美国也是这样 对 全世界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 有必要去做一个修改 修改成把网路的可能也加进去 会比较客观 那第五点呢 就是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 就是除了农业以外 包括服务业工业的人数 这个目前是下降 但是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惨 那制造业销售 销售嘛 就是营收嘛 营收四月份 五月份可能还是不好 那反映到海关禁出口值 出口值呢 也不会太好 其实提到这样一个数字 感谢今天陈隆帮我把 两个单位的重要的指标 看得那么细微 我们才明确的了解 现在IMG的进行事 跟未来景气的发展 跟大家报告一下 主技处就在今天 对外宣布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GDP的预估值 是1.06% 这个数字呢 重点一哦 保一成功 1.06% 保一成功 第二个 跟上次来做一下比较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点减少了 但是那个保一 对台湾而言不简单 因为台湾现在 其实经济一直在走下坡 回到刚刚的那个 有两张的刺卡 我问一下博杰 其实主技术的1 让我在想 他今天公布 会不会也是因为看到 这样同样的数字 什么呢 T子西楼 我读出来的额外的 悬外之音 第一个 你看电力 工业生产 这边 是不是你如果要用东西 制造工业都走在最前端 他总是要先做嘛 再回到领先的那一个 领先的那一张呢 你看 制造 半导体 还有包括了股价 股价是经济景气的 领先橱窗 它是不是走在 经济景气的最前端 而这一些呢 全部都是在后端了 就是我们买房子啦 我们到这消费越来越多啦 订单才会增加啦 再看上一页 这个还有在下一页 就是同时的那一张 也相同的 再次强调 这边呢 都是除非我们买 更多的东西 这边才会起来 可是呢 博杰要强调的是 上面那个 成长那一大块 它是所有 我们使用的终端产品的 最前面 当它成长 当它跑在前面 已经开始动的时候 甚至衰退幅度 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台湾的经济景气 也许谷底 就在这儿快要出现 对 我想瑞涵刚才讲得非常好 你看第二张的部分 里面有一个 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区块 因为半导体的产值 它占得很大 没错 那尤其制造业部分 你可能要去看 包含像面板 或是其他的这个 重工业的部分 那我觉得 在这个领先上来之后 大家去观察什么 外销订单接单的状况 因为台湾其实最重要 还是在外销接单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一个 今年可以保一的 最重要重点在哪 因为去年的这个 第二季第三季的基期都不高 没错 所以照理来讲 今年下半年的基期是低的 也就是这样子 它这样预估我觉得是合理 但后面大家就去看 如果外销接单 一直没有办法上来 可能这个一上下 我想还是有点要努力的 所以刚外销接单那个 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日后我们盯着这张图要看 看什么呢 就这个棒子要越来越高 就算高一点点 只要它有高 那就bingo了 那这边呢 这边的黑哦 负值哦 你要慢慢地地减 十一 十九 八七 衰退幅度越来越小 转正当然是最好的 即使是零轴以下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现在要成龙一个答案 请问一下 我们进入了第二季月 现在已经要五六月份了 再往后了 往后看 可以成长 见到曙光的产业呢 其实基本上 这个能够成长的 当然第一个就半导体 我们讲了很多 半导体相关 尤其是以台积电为主 封测这一些 晶片 IG设计 通常都是整个族群 都在往上升 第二个就汽车零组件 以及汽车本身 因为台湾 Logier最近卖的还不错 所以这个以汽车本身 是还不错 那零组件更不要讲 零组件呢 包括很多的 什么传统的啦 这些灯具啦 保险感 再加上电子的 用的 那一大堆 所以汽车零组件 最近是没有什么 不景气的问题 今天Tesla最新的消息 还说要找韩国厂商 进一步的合作 Tesla电动车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 未来在这个4C 因为我们今天讲3C嘛 汽车是4C 在4C里面 我们有一席之地 车的C就是Car 对Car 很重要 连苹果都要做iCar 那第三个呢 跟原物料有关 因为前一波 原物料价格反应还不错 所以呢 包括橡胶啦 塑胶啦 钢铁啦 金属啦 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这比较属于 短暂的啦 因为呢 最近的报价又往下跌 第五点是比较让人家意外 就是餐饮业 其实最近外食的人 还是持续的增加 对 餐饮业的营业额 其实都还是不错 在网路上吃饭嘛 对不对 你还是要出来吃啦 对 所以我觉得餐饮业 还是不错 第六个就是 我刚才讲的网路购物 网路购物呢 的金额是一直在增加 对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譬如说像PC Home 网家的营收 营收跟营益率都在增加 所以我觉得这个代表 这个板块的挪移 因为大家消费行为 在做改变 全世界截然 不是只有台湾 美国的Amazon啦 Google啦 雅虎啦 股价在走高 但是实体店面 你看Zara啦 或者呢 一些的UA啦 股价往下掉了 都是一样 透过网路买东西 但是呢 说到景气 还有包括了 是不是快要见到谷底转好 景气最直接联动的 就是油价了 油价会说话嘛 今天早上看到了 油价的表现 来请看 虽然收盘 收在49块哦 但是已经靠近 七个月来的新高 更厉害的盘中 全部一度都触碰到 50块钱重要大关卡 因为说50块的油 很重要 为什么50块 等50块美元的 一桶油价非常重要呢 因为它来到了 漂亮的甜蜜点 而甜蜜点呢 这个是路透社 机械学家提出来的 他说理由有三个 我先把它念完 听看看明汉的解读哦 他说因为它 为什么50块到60块 是最棒的价格呢 一 可以减轻能源业的财务压力 所以来到了五六十块 这些业者就能够赚钱咯 油价不会高到冲击运输产业 跟一般的城 跟一般的民众 不会影响到 三 对能源业而言 整体经济 还有消费者三方 都是利多 所以就三大利多咯 先解释甜蜜点 什么意思 您认同吗 OK 我认为说 在五六十块 确实是一个甜蜜点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认为 我们中午吃的 鸡腿便当可能80块 可是我觉得好吃 我希望它便宜一点 五十块 大家希望四十块越来越好 可是当卖五十块的时候 其实老板是赔钱的 可是我们吃得很开心 可是过一段时间老板倒了 大家都不要吃了 对啊 对对 所以就是老板希望越高越好 可是当他拉到一百二 一百五的时候会有个问题 大家吃不起 但不要吃了太贵了 所以就变成最好的甜蜜点 就是大家都能够双方都双赢 我愿意吃 吃得很高兴 价格能接受 继续再吃 然后老板也能够有赚钱 但是不要赚太多 对 懂了 那这样子就是变成 老板也赚钱 他员工也赚钱 大家经济就活络 所以五六十块是一个 大家全部就是等于是三营 哪三营 就是所谓的消费者 跟能源业者 跟经济 重点在经济 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 所谓的甜蜜点 那我们就认为说 后续来讲 对于这个部分 可是市场上近期又在讲到 沙吾地阿拉伯 感觉好像是不是 有所谓的债务的一个问题 讲到这一个 我先做一下预告 您看一下那个油价 就算我跟明看都认同说 好吧 五六十块是一个好的甜蜜点 那就代表着五十块 一定能够冲上去站稳了 六十块一定还会再冲上 会见到吗 还是说 哎呀 其实太保守了 应该是六十七十八十 甚至来到了一百 为什么 国际传来最新消息 因为连油果 在当时崩跌到 每桶二十六块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们撑不住了 油果数一数二的沙吾地阿拉伯 够大吧 听说沙国 这个国家哦 要濒临破产 您相信吗 回来之后呢 交给明看把它说明白哦 但是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这个礼拜涨三百多点 雪哥麻烦您来个小预告 这个下个礼拜是 当然是关键 就是说它能不能续涨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 不管下个礼拜能不能续涨 未来都还有 还有 就还有 就是说下个礼拜如果是红 那当然就涨了 如果万一它是黑 也不用啪 后面就还有 好进广告 那下个礼拜到底操作中心 是在哪里呢 还有 还有行情吗 是这样子吗 回到现场 当然台股哦 你一定要有量嘛 你如果没有量 什么都没有 那你知道吗 我们尽管会听主委他说啊 现在要把流出去的 海外的那些的国人的钱 把它请回来 你叫他回来就回来 有这么简单吗 今天前线戳破 它的关键病原点 向来被全世界视为 最有钱的油国 也会破产吗 真的商务的阿拉伯 现在还要跟人家借钱吗 原油待会明汉说清楚 但是刚刚的甜蜜点 广告时间我左想右想 还是有疑问要问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明汉 他说啊 可以减轻能源业者的财务压力 那么这句话的背后 不就代表着 我今天如果是油商或开采者 我这些的能源业者 我的开采成本 将会在50块钱美元以下咯 不然为什么五六十块 叫做我甜蜜点 才不会造成我财务压力呢 是不是这样子 问题一咯 问题二 它不会冲击到了运输业 也不会冲击到了民众 更不会打击到 每一个国家发展的经济 那是不是50到60块钱 被世界各国认为 它是一个很重要一个level 是我油的成本在这 都都好 不会太贵呢 两大问题提交 对 是的 确实就是供需的一个平衡 有些消费者来讲 在50块近期应该这样讲 涨到最近的价位 虽然说我们去加油的时候 可能还是有看到油价上涨 可是总是没有像当年100多块 去加个油 大家都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所以到目前为止 大家还是算是理性 但是它重点在哪里 刚刚提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油商的成本 大家非常care油商的一个成本 这也是为什么 提供这张图呢 是提供大家一个讯息 就是看到 直接看到最左边的那根最粗的bar 就是说白色的部分 就是当美元 这个是在落在所谓的美元 40块的一个油价 白色的部分就是亏损的一些公司 下面有颜色的是赚钱的 所以就说当油价低于40块的时候 其实有七成的公司是亏损的 然后右边细细的是各自国家 我们看到最右边那张最长的那张图 最右边就是沙奥地阿拉伯 其实它很特殊的就是油价低于40块 可是它有接近 它有七成的公司是赚钱的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曾经说过 他们开采成本好像只有20块或10块左右 因为它的成本是所有最低的 那大家会觉得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 其实就是开采的部分 因为有一些国家 它可能要挖到很深才有油价 沙奥地阿拉伯它的油价 类似像是人家讲的撞断的那个消防酸 它的油就直接喷出来 所以它只要负责装起来 所以它成本当然低 还有一点 因为听说地底下的油 不是你跟我不同国家的油都长一样 沙国油国他们为什么呢 一挖就是甜蜜的油 因为它的油比较纯 可是你看加拿大那一种 有些的国家呢 它挖出来的含油量 它不是那么精准的 它含砂量其实比较大 还要提炼等等 那挖的又比较深 其实这些都是成本 对 是 所以确实它在成本比较低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但既然它成本低 为什么在这里 之前油价跌到20几块 它反而在喊说它要倒台了 其实最重要在哪里 就在出口量 因为虽然说它成本低 可是其他国家虽然说 就刚刚提到加拿大的成本高 可是加拿大的经济 其实跟油 并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 它的GDP没有全部依赖卖油 是的 那沙古地阿拉布就不一样了 它重点 它是所有出口产量 最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照排名来讲 确实是明显的 造成他们国家的GDP 明显跟所谓的油价做一个link 所以前一段时间 在油价这么低迷的情况下 造成它很大的亏损 那看在哪里 我们直接看到它的外汇存底 那确实它的外汇存底 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一四年之后 因为油价下跌大幅的下滑 每个月减少一百亿美元 虽然说大家看到 目前其实五千八百亿 整体看起来量还是蛮大 而且对照去以前 其实也不是太低 可是后续大家在担心这个趋势 如果持续一直下去的话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有没有 有 绝对有 尤其是我们看到 所谓近期短线的 对于全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攻击 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部分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 我之前看到的一些的民生资料 因为他们是油国很有钱 有钱到怎样 听说孩子一生 政府就帮你养 然后教育 从幼稚园念到的大学 都是这个政府帮你付钱的 那钱这次因为油价跌到 每桶破了三十块的时候 这什么 你可能要贴补一点点 也许学费啦 或者说可能其他的这个 本来政府补助的 就少一点点 民众哗哗叫 所以外汇存底应该是在 我卖油算不到什么钱嘛 所以只好拿我的存款 外汇存底 来补贴一些的社会福利就对了 是是是 因为他毕竟他 他最后呢 因为毕竟持续支出 除了刚刚瑞涵讲的 就是小孩生出来 教育都不用钱之外呢 重点就是他们在 等到你二十岁满的时候 政府还要给你一栋房子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重点还有很夸张 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工作 所谓的政府就会拿来 把你当公务人员用 那他们的 没工作就视为公务人员 对对对 国家就会hire你 他接受移民吗 请问啥果 不行 就是重点就是不行 好吧好吧算了 而且就是他们公务人员有一个平等线 就是你的收入只要低于那里 他就算是贫穷者 大概换算起来 月收入大概是在接近十万块台币 听说政府就养你了 养你一辈子了 九万多台币以下 就算他们的贫穷者 所以理论上 他们的所谓的公务人员 其实高过这个 所以才靠造成他们国家的 这个税负负担来的这么重 所以这张解释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 银行之间的差借 就是今天隔差的一个部分 就是今天银行间的调度 我今天银行可能人家大富要来领钱 我今天不够钱 我要跟别家银行借来先还给他 可是所谓的隔差 就是我隔天就还给你 我只借一天 借一天的利息通常都非常低 而且毕竟大家都是行间 所以其实风险很低的 所以之前都一直维持一个低迷的状况 突然出现暴增 以前都在0.5以下 现在跳跃到1.84% 对 而且重点是这个数值 其实是在金融风暴以来的最高 你看有多吓人 A银行跟B银行彼此猜借 叫隔夜拆款利率 我们上次已经交过了 调度钱 调一下谁没有钱来 急的要应急 所以基本上刚刚 明看已经说了 利率应该算低的 现在连银行间的隔差 这个拆款利率都飙高到 快要逼近2% 可见得沙烏地亚阿博 现在大家彼此之间缺钱的压力有多大 大到我确认一下你那一行字 无力付款给厂商给包商 所以现在是拿借据来抵债 这借据抵债是什么意思呢 这部分就是理论上就是说 他目前没有现金 他拿着之前可能说 他的银行 我知道我上游厂商开给我的货款支票 来去抵债就对了 对对对 抵给其他的厂商 就变成很明显的资金周转不灵了 所以市场上有在担心说 这个东西风暴会不会有个 比较明显后续一个炸开的一个状况 我冒昧问一下 那这样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今天讲的是沙国 我们昨天在中科特别提到的 之前前线也说过 中国大陆 他们的债务问题 三角债的债务问题 当时就从隔夜拆款出现了危机 他们甚至拿什么借的货款 那货款开的这个天数 以前开支票给你 因为我出货给他 他不是马上给我钱 开票子是开两个月六十天 现在听说开到八十几天 八十几天是十七年来 开货款最长的 我讲的是中国中国的情况 不料连沙国都这样 所以沙国现在的厂商拿不到货款 或者是大家会担心 导债问题的情形有多严重 你可以给我一个概述 现在应该这样讲 我们其实所谓的这个严重性 其实就是刚刚提到 就是靠这个指标 因为当大家不借钱给你的时候 就是表示市场资金非常紧俏 而且重点在哪里 我借给你 其实为什么要需要这么大的利率 就是我借给你 怕你隔天 可能就不开门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利率 所以您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看到了 沙烏地阿拉伯的隔夜拆款利率的 这张的表格 它一直顶在1.8%以上 或1.5%以上 或者持续飙高 顶高高点不坠下来的话 不回到0.5%以下 沙国就快要完蛋了 是不是 是的 这绝对是一个后续最重要指标 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follow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市场上的一个风险性 好那赶快来讲 油价后市的观察重点 因为毕竟它亏钱了 所以后续来讲 我们绝对要看到底它赚钱 后续能不能赚钱来弥补这一边的亏损 但整体我们就整个分析来讲 后续我们结论是比较正向 只是我们提醒大家 就是说之前 我之前也曾经一段时间 一直在看所谓油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跟直接简单 法人的三个分析的指标 第一个当然一定要看供需 第二就是看金融商品 这个油的一些操作的 期货的一个状况 第三个毕竟跟美元 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这三块都要去做分析 我们直接看到目前供需的状况 其实这个是所谓美国的能源署 最近公布的一个财物的一个报告提到 其实比较正向就是 这条从先看到值的虚线的部分 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位置 目前供给确实有比需求来的高 供给是那两条线吗 供给是蓝色的线 需求是红色的线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小 已经比之前来的小 所以近期的gap缩小情况下 所以油价是往上走 我懂了 这张表好重要 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感谢明翰 你看那个供给的蓝色 虚线是现在 现在以前你看蓝色是不是比红色 供给比需求还要来的大 一大之下你看下面绿色的棒子的库存就增加了 因为供给那么多 我又没有用那么多 库存量就越积越多 现在不一样 现在好消息是需求 顶面端一直跟上来 供给就停在这儿 没有再攀高了 就算有高 但是它的贴近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所以库存就递减 那现在到底是好处是 需求面追得快呢 还是供给面没有再往上快速的攀高 哪一个面向再来加分 这两个都有 只是理论上需求比较 如果这两个来讲需求比较正向 就是加分的比较快 是的是的 那重点也是要供给 就像他们之前一直在讲 OPEC他们的会议 到底能不能达成协议 为什么对油价那么重要 当然如果不达成协议 他们供给又继续往上窜 你的需求永远追不到 所以那个供给要感谢 之前的动产协议带来一点效果 绝对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库存已经开始 未来都是持续往下走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块供给 第二块我们就是要看到哪一块 就是目前油价的一个 多单大在操作的一个状况 看到曲线跳来跳去的就是油价 那炮柱状图的部分就是原油期货 在美国交易最大量的一个 多单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 确实市场因为在油价底部 那所以大量布多单 那如果是短线操作者 会造成一个现象 在底部布了大量多单 一弹之后 大家就赶快获利就跑 可是近期发现还好 发现目前的多单都还维持在高档 显示什么 就是目前市场看到供需 持续往上走的情况下 这个期货持续推升 未来其实油价 应该都还是有机会呈现正向 我确认一下 所以那个绿色的棒子 在现在2016年 你有没有看最右下方 一直在做增加 所以多单持续在油价进行抄底 跟追买的状况 没错吧 对 是的 所以就是多单还在增加 这是每一根棒代表一个礼拜 它每一周会有新的资讯 一周一根棒子 对 一周一根棒子 目前其实看到 从底部冲上来之后 其实它的期货多单 一直都在正上方 我刚刚提到 如果大家只是为了强短 你会发现当油价上来之后 它的期货多单就 对 因为赚到钱就跑了 可是它没有跑 它多单停留在那 对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 其实有机会后续 其实哪怕现在到50块 后续来讲 就算没有办法 持续往上冲 最起码也有一个支撑 所以这样了解油的后市了吗 其实刚刚明亮在讲 那个油未来的表现 有三大观察点 第一个供需 我们看到了库存也见到 第二个呢 原来期货商品当中 现在多单持续在加码 并没有掉下来 那美元走势呢 总要讲到美元走势 我们一样用期货的角度来看 其实相对来讲 原油跟期货大家有观念 当期货美元越差的时候 油价就越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正向 因为毕竟他是用 所谓的美元做报价 所以后续来讲 如果美元能够往下 油价就有机会往上 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元的 一个多单的一个状况 就是所谓美元期货多单 近期美元维持一个高涨墙 是没错 可是可以看得到 也是一个礼拜一跟八 确实目前持续往下 这应该就可以对应 刚刚的原油的多单 很明显的一个维持高档 一个往下走 所以后续来讲 如果美元转弱情况下 对于油价的部分 应该也都会呈现真相 这个点 炫哥 我想到你 上个礼拜五 我们一直在上个礼拜之前 还追到一个大的方向 说那个国际的热钱 他是跑去追美元的期货多单 当时还创下了波段的新高 可是现在明看 带大家看到的 您先把美元指数 给大家看一下 美元指数就算从92弹高到了95左右 95左右 可是你以为大家一直在追买它吗 多单一直在增加吗 没有 来请看 刚刚明显的那个表格 太重要了 这个美元 美元指数期货 他现在停留在95附近 他是多单在做递减 反而刚刚的油上一张的 油的期货多单 却也持续在做增加 所以接下来的美元 可能就呼应您所提到 可能会有回档修正的压力吗 对 因为美元 它是升值了连三周 结果上档是碰到了季线 季线很显然是还在往下 所以美元这个礼拜就会 就是升落会回档 那理论上大概就涨三 最多大概回档两周 但是因为他这里三周是确定的 所以他扁两周以后 你还要再提款 他还会再升一次 但是提到了为什么散户喜欢 操作那个油期货市场 现在到底情况是如何 回来之后让明显再补充一下 那台股呢 台股重要的是丁主委的一席话 只是本周静阳三百多点 下周炫哥说还是有的 有什么呢 所以从刚刚的这个炫哥一补充 明显的主题讲下来 因此博解 我如果下一个小小的结论 因为国际资金的流向 瞬息万变 上周本周截然大不同 同样都是Friday 上个礼拜五呢 我们抓到是 大家还在追逐美元嘛 对不对 所以美元冲到了95 96 那这个礼拜就不一样了 好像呢 最近有点从美元的货币市场离开 反而去追逐到了油市场 对不对 对好像油到这里 我要提醒大家 油最近一定有波动 为什么 大概应该是在6月2号的时候 OPEC又要开会了 那我认为这一次 油拉上来到50美元 应该是开始在反映 汇钱的预期 这次OPEC到底要谈什么 又是动产跟减产啊 他会呼噜我们吗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 可以来拨杯看看 为什么 因为上次就在讲嘛 开这个临时会 应该会动产 要签哦 结果出来什么都没有 他就说 涨起来了 动什么动 就不动了 你看就耍我们啦 对 所以这一次也很有趣 就是说 照理来讲 沙烛地阿拉伯 在前面把这个油价压下来 让美国燕油都出局之后 对不对 这个好不容易 油又回来了 你知道那时候好惨 跌到26块美元的时候 美国燕油厂商倒了四五十家 关门大吉了 燕油厂商 因为燕油厂商听说 他们的提炼成本 采油成本 是要45块到50块钱以上 当时掉到26块 对 所以照理来讲 这一次 因为这些厂商都出局 对不对 他没有到底这里 油价上来之后 他再去签所谓 这个减产或动产的协议 对对对 因为市场供需 秩序恢复 刚才明翰有一张 这个EIA的这个预估 你看到这个供需 整个已经有点逆转了 对对 库存已经开始出现 负的状况 那就代表说 现在供给跟需求 回归到正常的时候 我认为OPEC 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理由 去讲说要 这个动产跟减产的 这个状况 所以照理来讲 油有可能什么 短线会先利多出净 我们上礼拜有讲 宣哥有跟你讲 美元遇到这个下降反压 对不对 所以他会什么 先下后上 对对对 那你看这周油上美元下 对 下一周的美元上油下 刚好 所以后面 整个来讲 我想就是说 油目前看起来正常 你不用担心 但是你反而去留意 就是说有一些 这个事件啊 跟整个这个 还有一个什么 夜轮要讲话 对啦 今天晚上 六月要不要升息 还是七月 这个都是影响后面的变数 所以我真的觉得 全世界 你我这种散户啊 越来越Smart 聪明啊 你看现在是美元下油上 因为都在等OPEC 等夜轮讲话 专家的结论嘛 因此哦 这个明看下一张字卡 全世界那个投资油相关的商品的 听说那个总量当中 散户占了第二大量啊 对 因为是说 这段时间 因为原油的整个价格 非常的强势 所以呢 报章媒体去访问很多的散户 发现很多的一些菜篮族说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买了一些油的ETF 丢在那里了 发现我每天的菜钱 好像就因为ETF 隔天税行 就发现就油了 然后发现 大家觉得 是油价是还蛮强势 没错 可是ETF波动小啊 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获利 他说很简单 我买三倍的 就是当油价上涨1%的时候 是哦 它的ETF是上涨3% 那不就跟我们那个 T50正2啦 对 护山2个是类似那种 对对对 只是我们那个是两倍 那海外他们玩的更大 他们都玩三倍的 所以呢 他们是原物料市场 我刚刚讲那个是指数市场 是的 那又加上说呢 在前一段时间也发现 在美国有Star Twist 就是所谓的 美国大家在看 所谓的一些ETF的网站 发现点阅率最高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三倍的原油ETF 第二名是谁 放空原油ETF 所以大家就在开始 要准备多空对仗 现在有人敢空它就对了 当然有些人就喜欢摸头 所以它会沿路 一直放空一直看 它可能也许 它用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总会摸到头下 不要以为 我们不是也有一个原石油期 原石油ETF吗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最近的市场当中的投资人 哦 有漂亮吧 原石油ETF 长成这样的一个大V底 漂亮啊 听说我们国内现在也快要有 原石油反了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们讲到这一块来讲 因为ETF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关心 因为我们看到ETF从前年 成交量这么小 几乎3到5% 目前都超 大概有一成的一个成交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新的商品 不断的推出 而且还有我们很多的官员 当然不是啊 因为非凡商业周刊 有一篇专门的报导三本 那连续三集有讲 前线百分百针对ETF 股票指数型基金 什么样的商品逐一解说 整个的灶才被我们烧起来了 所以呢交易所金管会 蔡总统林权院长 很多的财经政策 看前线百分百 您会比较有点脉络了 OK继续 OK 那另外就是台湾也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ETF成交比重大幅上升 第二就是杠杆型的ETF 成交比重达到7成 所以杠杆型就是两倍 或者是包含反向一倍都包含在里面 我问你那那个两倍跟反啊 通常应该都是不配息的对不对 对大部分都不配息 配息大概就是0050 这种大概一倍多的这种才有 因为杠杆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大部分都配合期货 所以它没有办法配息 那再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个 台湾人的一个性格 其实国际都有这个问题 当所谓投资者 喜欢杠杆的一个交易情况下 后续台湾就即将要推出 所谓的原油反向的ETF 所以刚才提到原油 所谓能源市场有很大的特性 就是波动很大 当往上冲的时候速度非常快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也许到六十块 可是到最后一定会 overshooting也许到七十八十 后续来讲 等到反向的ETF 就是一个很好操作的一个机会 与您最佳参考了 不过说到了ETF 外资连续三天 您看有多特别 因为我要转到了台北股市了 主委说的话我们要听 但是先把问题找出来 最近呢外资动作很积极 连续三天买了看多台股的0050 台湾50也买了看多台股的两倍 来看那个字卡就可以了 T50挣2 你看外资哦 连续三天 这两个不论是一倍或两倍的ETF 看多台股的哦 全部站在买方 然后呢漂亮的是卖的部分 看坏台股的T50反一哦 它也是卖掉了三天 所以呢现在台股谁爱 外资爱 内资有爱吗 不知道 你敢买吗 不敢买 所以就会造成了 你看 礼拜三 这个礼拜三 圣洁提供一份重要的资料给我们 那你看 两年下来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是微缩在减少 掉了一成八 两年的变化 2014到2016的变化了 你说香港人家也掉 香港你怎么能够跟它比啊 它在互港通耶 它的钱是被互给吸走了耶 我们跟谁通啊 没有为什么台股量会掉的这么样惨 比香港还要来的惨 惨的程度 从这个数字看得出来 国内金融账的净流出 创下了新高 2016年哦 金融账的流出在之前在创历史新高 现在几乎也都是波段新高 什么叫做金融账 如果我们进出口 进口出口 经贸 买卖 这叫做金长账 除了这个进出口外贸的 买卖的钱之外 你去海外投资啦 海外基金啦 买南非币啦 等等等啦 海外的商品 受险投资海外 买海外债 公司债 都挂在金融账 钱流出去了 怎么会有钱在台湾买台股呢 所以金管会丁主委忧心啊 他就说啦 赶快啦 这个流出去的钱 资金快点回流吧 国内资金到海外 寻找投资标的的时代 过去了 现在国外市场 面临到了利率跟汇率的双重风险 再加上大环境不佳 可能引起的信用风险 让资金处在极高的不确定 应该思考回台湾进行投资了 陈龙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有大部位的售检公司 如果你进出都是 亦来亦去的您大户的话 他这么一讲 你有没有感动 你钱会不会回来啦 告诉我 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一些 实际的利多啦 长官讲话不感动喔 其实每个长官都这样讲啊 对不对 去之前的曾主委都这样讲啊 对啊 大家都希望 可是我觉得要配套措施 包括制度 包括税 对不对 你要让人家 不用你叫人家回来 人家就自己回来 那你要有那个吸引力 就是这样 你有听懂我在问什么吗 今天不是你叫他回来 拜托请他回来 他就回来 一句话人家说啦 人两个 钱四个 一眼腕 走比你快快 钱 钱 他是会有嗅觉的 他知道哪边有力头 他往哪里跑 跑走 不是一夕之间 冰冻三尺 也非一日之寒 所以问题就像 陈龙大哥所提到的 台北股市够迷人吗 够漂亮吗 够让他们放弃那儿再次回来吗 柏杰说清楚 我想这个 其实啦 主委那一段话 陈龙已经下一个最佳的注解 不过 前面有两行 我觉得大家要深思 现在国外市场面临什么 利率跟汇率的双重风险 确实这个利率是有风险的 比如说 你跑去日本投资 一直负利率 对不对 你跑去欧元区 美国是升息的嘛 所以他会有这些 当中的这些牵扯跟变化 因为你负利率 负利率就是存钱 投资很容易变成是minus 没有利差可以赚了 对 所以呢 我想其实从主委这些话 我想了一想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外面很危险 孩子赶快回来 我统计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最近一年啊 全球这些货币 有一些表现比较差的 那很多都是大家认为 可以冒险的地区 你看 对美元蝙蝠第一名什么 阿根廷的批索 最近一年扁了55%啦 假设啦 你去投资阿根廷股市 他让你一年涨了60%好了 扁了55%你只赚5% 对 对吧 你也没赚到什么钱 对 俄罗斯 你看 过去一年扁了29% 还有李专最爱跟你推的南非币 扁了28% 而且我再次跟大家补充一下 通常一个国家 它的货币贬值 往往伴随的是股市狂跌 重挫狂蟹 因为呢 它是股市狂跌之后 急宽宽的赶快窜逃出去 对 这种现象的新兴市场最明显 唯一全球一个例外的就是日本 因为日本这就很奇怪 日元只要一扁日股就会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全世界都把日元当作避险货币 它是最特别的 因为呢 只要全球不安定 大家都会跌 他会怕就去买了日元当避险货币 但是他是例外 强调一下 对 好 所以你其他现象没有这种例外 我是说真的 尤其是新兴市场 都会出现所谓股汇起跌的状况 我刚才看到 这个前三名之后 你看第四名墨西哥的批索 也是跌了20%对美元 巴西币跌了13% 这前面这五个国家有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资源很丰富 矿产很丰富的国家 都是所谓这个原物料国 而且呢 也都是我们国内理专 或者是说国人很喜欢买的 买很多的 您自己看看 南非币有买吗 糟糕了 俄罗斯货币我也被推销过 澳币纽币这些呢 有没有两年前也很热了 那如果 我先要个答案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所以如果两年多前 有买这些货币的人 到现在如果还是持有的话 他应该是没什么赚头了 对没什么赚头 但我觉得啦 反而就因为油上来了嘛 油价上来 这些你可以先稍微继续持有 为什么 因为他有机会反弹 可是反弹完过 你一定要记得 找一个出厂的位置 因为毕竟这个新兴市场 如果说美元开始一直升息 新兴市场货币它还是会弱 那除非说你个别国家的经济 是有出现 比较易经突起成长的状况 它货币才会强 不然照理来讲 你应该是趁反弹的时候 要去做调节的这个动作 柏杰的意思 就是您手上的海外这些的货币基金 它现在谈起来了 本来你是负的39 比如说 现在谈起来负的20或负10 也应该赎回 是不是这样子 对没有错 好太好了 进广告 因为这攸关您我 常常买的海外基金 货币等等 这些请柏杰把它说明白 怎么样可以把量 心甘情愿的这些的人 愿意回来呢 我今天就把问题戳破 给金管会的长官们 把它听清楚 回到香港之后 出来选客的大盘 还有一个日月光 细品这么大的控股公司 终于确定了 开心吗 是啦 但是有一个内情 您真的不能不知道 前线发现的大秘密 太感谢金管会丁主委 刚刚他的说话 我们再看一下 伯杰有带大家看了 大家提醒 要小心 你看汇率风险有多大 有多大 伯杰的资格就是那么大 来请看 您爱买的 在乎的信息市场 重扁了 结果呢 你看你到人家那边投资 像你的台币 换成他们的货币 换成美元 再换他们的货币 两层 然后他们重扁 你还是赔掉了 会差了 然后主委又说了一句话 来请看 大家又特别提到 回到他的话 他说 大环境不佳 可能引起信用的风险 所以您买了很多的 海外的基金 不管海外基金 是买公司债 或者是高收益债 等等 果然爱买 就是这几样 货币基金 伯杰下一张字卡 你看海外基金的报酬率 近一年 这么败喔 这么差喔 就跟你说你被双八嘛 汇率被八一次 基金的绩效被八一次 但是还好 你看这些基金 最近一年虽然表现得不好 但是今年以来呢 或多或少都有开始反弹 可是有人基金 已经套两年了 到三年了 今年才反弹 两年套了三成 然后今年反弹 四percent 这样 对啦 所以你看最差的 像中国 最近一年 你看这个摩根中国 最近一年大概负三十%以上 今年以来还是负十% 不过你像比如说 连博的新兴市场 摩根的非洲 富达的东协 去年虽然 最近一年虽然表现不好 但是今年开始 陆陆续续 绩效开始 有转正 为什么 因为新兴市场搭上这一波 这个原物料反弹 开始往上走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东协 我把它问清楚 所以东协是那个十加六 就我们南向那些国家吗 对 没错 它就是这个区域 但是因为我们有细去看说 它里面到底选了哪些 这个产业或是国家 但是就是那个区块为主的 好 那那个摩根非洲美元 其实我们只是 大概帮你问个方向 如果你要更了解它的细部 可能要打电话 问一下你的理专 或者保险业务员 它卖给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基金 摩根非洲 刚刚我问明看 沙烏地阿拉伯 那个银行的格差是串高的 如果沙国真的彻底破产的话 我也不知道 那完蛋了非洲呢 请问 非洲我倒是觉得 应该没有那么悲观 为什么 因为其实非洲这几年 我觉得各大投行 都蛮看好非洲 你看像连大陆自己本身 都去跟非洲很多个国家合作 那你这边基础建设 才刚开始盖 它成长速度一定没有 没有那么快 我是觉得非洲 如果跟着下 应该就是说 就是全部新市场景气不好 所以才被这些这个投资 一直这个基金出现 这个砍杀的这个动作 那后面的美元是代表 它是美元计价 那另外我们再往下看 除了这些市场 因为我是把这个 比较代表性的市场 跟这个弄出来给大家 基金量大的 比如说你看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最近一年的绩效 是负11% 可是今年以来变成正了 反而看起来是有弹 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股市 今年以来绩效变正 就是因为油价涨起来了 因为俄罗斯它是第一大的油出口大国 看一下俄罗斯的股市 你看这个2016今年以来涨这样 时间拉长来看近一年 近一年涨这样 有没有 所以它真的有时候投资 就要看timing时间点 对 要看时间点 这个瑞涵完全讲到一个重点 再好的市场 你时间点买错 你也是死嘛 对啊 对吧 那你看拉丁美洲也是 拉丁美洲这个过去一年 负23% 可是今年以来 它反弹了大概15% 另外能源的部分 你看能源过去一年 大概赔31% 不过今年以来反弹了18% 但是这个如果跟油价反弹的幅度相比 它就稍微弱一点 为什么因为油 你看从最低点26美元 谈到现在接近50美元 这已经快五成了 快一倍了 快一倍了 90%以上 结果能源基金谈不到一倍 这代表说它买股票比较多 对 买股票或者是买那个 油开采商 那跟油价不一定雷同的 所以都是要搞清楚基金标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原石油这种ETF 反而你去选择就会比较好 那你像这个世界矿业这种 也是你像有时候大家看 我看好金价 结果我买金矿商的股票 这种金矿商的基金 结果你也没跟上金价的涨幅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来看 这只是给大家看 就是说主委跟你讲 外面世界很危险 对了 这个其实台股也有很多ETF 或新的商品 也不差 你可以回来看看 我觉得确实 你看到这些基金的表现 甚至是在于整个这个 会市表现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国人最爱买什么 这个从整个投信投入公会资料来看 第一个 你看大家最爱买什么 固定收益型的 对 你看固定收益型的基金 买了多少 总共大概买了1.47兆左右 这个是占整个这个境外投资基金 大概百分之四十七 你可以看到这比重很高 尤其是什么 高收益债 占了多少 百分之二十九点三 高收益债 好听的叫这个名称 难听的叫做垃圾债 没有错这个所谓垃圾债 就跟你说这个 违约风险比较高 他非投资等级 看不到垃圾 像你知道吗 因为我接触很多投资人 为什么很勇于买海外债 为什么 因为他不买了 对啊 就是以前前辈讲的 青梅不怕大穿 谁叫青梅不怕大穿 我瞎子 我看到一个大炮对着我 你也不会怕 因为你不知道 对啊 大炮嘛 不知道 大炮就是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你根本不怕 真的 所以为什么 你欠他说买台股 不敢不敢 为什么 因为他太了解 他认识台股 他了解嘛 所以了解不敢